到目前靖州刊這個公文 顯示這朱立倫簽的 那這個侯友宜現在要怎麼反呢 我覺得一件事 很多事情看時空背景 我覺得空污被列為致癌物 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致癌物 是2013年的事 所以空污的事情被 大幅的被關切的時候 也是近幾年的時候 當然就是說深澳電廠 橫跨了山草的政府 那當然就是陳水平時代 他2006年還2005年就提出來了 2005年的時候 好像就已經通過環評 2006年6月20日 2006年的時候通過環評 蘇珊昌市店長 但這個問題你要怎麼說 當初的規劃電力的規劃 一路走到今天 其實每一個階段都有他的理由存在 否則他不需要說那個陳水平時代 深澳我就開始在那邊核定 要通過環評 因為每一個時期的電量的發展 是存在著不同的思考 那當然就是說 你朱立倫當初是怎麼思考怎麼樣 你今天為什麼要反 你要給人民一個 至少要給一個人民接受的理由 你可能說當時的電力是怎麼樣 當時的空污並沒有那麼嚴重 等等你只要給我們一個說服的理由 而不是什麼都推 因為蘇珊昌任內的時候 他的確是在2006年的時候完成的環評 當然我們2018年是環評裡面的環差 就是說他的機組改變環差 那你環評的時候 這是蘇珊昌通過 行政院院長任內通過的環評 所以他去有他的思考角度 去支持深澳電廠 為了不缺電等等 他當然是有正當的理由 那你朱立倫出來反 你當初也同意了一個台電的 當時的整體規劃 那你今天為什麼出來反 你要講個理由給大家聽聽 我覺得應該講個理由 來說服民眾說 當初你行政院副院長為什麼這樣 因為2009年跟現在2017年2018年 畢竟有個將近十年的差別 這十年來裡面你的變化是什麼 你總給我們一個理由 不是隨便說說就算了 那當然就是說 在用電的過程當中 其實某種程度上 它是一個專業問題 它不是一般人民所想像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電網規劃 智慧電網等等 它是一個全國性的電網 為什麼815只是一個大潭 跳了一兩組以後 全台會發生電力的 這個整個大停電 因為它平衡電網失去平衡的時候 它的電一直呈現一個混亂輸送狀態 它會一直跳 所以你到最後電力是怎麼樣 我覺得無論你反的也好 你支持的也好 你總告訴我們如何做到不缺電 你要核四也沒關係 你要反核四也沒關係 你總要說一個清楚 那我就覺得現在 不管民進黨也好 我覺得用電的東西不能用騙的 這都人民關切的問題 其實應該這樣講 當初我們就談台中發電廠燃煤 胡志強最高 林家龍低 這種說法我就覺得說 我就比較不能接受了 因為當初的大潭電廠 大林電廠 林口電廠 這個檢討拿來政策說明 讓民眾去挑選 而不是像現在這個方式